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行蘭 CUV跨界休旅這兩年可以說是各家車廠的兵家必爭之地 我們頻道過去也試駕過蠻多的日系 歐系 甚至國產的CUV 說到韓系 我們也試駕過 Hyundai Kona 今天我們要試駕的車 KIA STONIC 則是屬於 Kona 他們同集團的雙身車 這台車其實七月已經在國內上市 很快三個月時間已經過去了 但我看了一下它的外觀 內裝 甚至它的一些相關配備 其實還蠻有看頭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再把它借出來做完整的試駕 總代理引進的 STONIC 在車型編程部分分成三個等級 入門的是經典版 再往中階的有時尚 以及今天的經驗版 它入門的搭載動力是不一樣的 是1.4的四缸自然進氣 中階跟高規則是屬於1.0T 就是三缸的渦輪增壓 售價分別是從699,000、79,000以及今天的經驗版是84,900,000 在車室外觀的部分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台試乘車 它是屬於驚艷版 但是它是屬於銀雀黃搭配極光黑 也就是2tone的車型 另外要再加價1萬元 再來看看它車頭的設計部分 我覺得這兩年其實我們看到的 KIA 或是 Hyundai 他們集團 其實也介紹過蠻多次 他們的設計師其實都是從歐系車上挖腳過來 所以它在外觀看起來其實都蠻有設計感 也有一些歐系車的味道 也得過無數的像是紅點甚至衣服的設計大賞 好 車頭部分我們看一下 它最明顯的就是他們 KIA Tiger Nose 虎鼻的水箱護照 不過今天經驗版 它裡面其實是屬於這種鋼琴烤漆亮面黑 也就是說它外面還有搭配了霧銀的釋框 但實際上它其實沒有鼻子靜氣呼吸的功能 它只是一個裝飾的作用 另外看到它的保感下部 在中間有真正的靜氣以及氣壩 也看到它有主安配備的雷達波板 以及在前下擾流也有霧銀的前下擾流的設計 再來看到它的燈具部分 它是屬於這種倒梯型的外型 裡面則是屬於魚眼投射式百病 但是它是用乳素的傳統燈泡 那今天經驗版也有LED的日行燈 另外它其實也配備了好像是轉向的輔助照明 再往下看在保感兩側則有霧燈的配置 再來看到車側部分 首先看到STONIC也用了BUNK式的引擎蓋設計 剛剛我們也介紹過它屬於2-tone的 我覺得這台車的2-tone的設計也蠻有一些它特別的味道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是從A柱一直到C柱以前做了2-tone的黑色 然後上面它又搭配了像是塑鋼的行李箱架 然後上面也有2-tone銀色以及黑色 中間也是鏤空的懸浮式設計 其實你遠遠看過去你會覺得車底有一點像是有全景天窗的look 那之所以說它很特別就是它在吸住以後這個部分 它並沒有用這些車常常慣用常見的所謂的懸浮式的車頂 它反而是直接用車身銅色一直延伸到車頂 包含尾翼的上緣 所以我說它這樣的2-tone配色在它的CVV同級車中算是蠻獨特的 再來看到它的車身線條的設計其實也蠻簡單的 在肩線的部分有一道比較高的位置 腰部也有一道從頭延伸到後的腰線 然後另外在CUV常見的防刮材質 從前輪拱、側裙一直到後輪、保桿都有之外 比較特別的是它在後門的這邊也有做了一些線條 在這個防刮材質的飾板上面 也算是其他車上比較少見的 另外在車身尺碼的部分它的車長是4米1 軸距2580mm 如果跟我們剛剛片頭講的雙身車Kona來比的話 基本上它比Kona小了一點點 就是比較短、比較窄、也比較矮一點 軸距也縮了一點 但基本上大概都在2、3公分之間 其實單從視覺來上你可能感覺不大出來 另外在胎圈尺碼的配置 它現在用的是205 5517 德國馬牌的CP-C5配胎 車尾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它在後檔的上方 有一個小小的尾翼以及包含了兩邊的側翼延伸 再來看到尾燈部分它一樣是倒梯型的設計 另外經驗版它也多了U型的LED的尾燈的燈條 它整個尾燈其實也蠻多的部位是延伸到了側面 有更好的一個行路的安全性 再往下看可以看它的廠牌以及它的車型智灰 這邊則是顯示今天經驗版屬於1.0T的渦輪增壓缸內直噴的動力 保桿的下面也用了大面積的這種防刮的塑料 以及它的霧營的後下擾流護板 護板上你也可以看到有四眼的倒車雷達 排氣管則是在靠右側的單出設計 我們再來看它的後行李箱空間表現 它的電磁扒開關是放在牌照的上緣 打開以後它其實原來還有一個行李箱的私密帳板 我們等一下要示範做也先把它拆掉 好 看到行李箱空間的表現 目前在五人座的狀態下 它的後行李箱是352公升的容量 它的行李箱的帳板另外還是可以把它往下收 大概有大概七八公分左右的一個收納空間 靠左側它也有小小的置物空間 可以讓你塞一些像是抹布等等的 後面的六四分離的後座 可以讓你要擴充行李箱載物量的時候 你也直接可以把它往前推 它滿平整化的 擴大以後它可以有1,155公升的載物量 我們再來看車室內裝的部分 你坐進Stonic的車內 我們看一下它的儀表設計 整體的感覺我覺得跟外觀一樣 都是滿年輕的 儀表台設計其實塑料的材質用的還滿多 而且都是比較偏硬質塑膠 但是你仔細看一下它除了有黑色 整體的搭配之後我覺得就像我一開始講 它即使是塑料比例非常大 但是設計感透過不同的顏色搭配 整體呈現起來的效果 我覺得不會讓你有感覺到陽春連假的感覺 其實滿有設計感的 再來看它的座椅的部分也是皮質的 然後也是有兩種的顏色 整體做起來的感覺我覺得 算是比較偏一般的舒適型的取向 它不會有太多的腿部跟肩部的包覆性 再來看到駕駛介面 其實今天經驗版 我們一進來有看到它的踏板 屬於金屬踏板組 方向盤的部分三幅式 標準的四項調整功能 上面功能其實按鍵我覺得還滿多的 基本上它的左半部是屬於像是音響的音量、選台、聲控接收、電話接聽等等功能 右半部則是有像儀表內的 有一個3.5吋單色的行車資訊屏幕的相關頁面功能切換 進去看一下 它有像是行車的里程、油量、車速顯示 然後還有像是蠻特別的Transmission 變速箱的油溫它也會做顯示 再來中間又切換到主彎配備 像是車道偏移的顯示 最右邊再進去則有車輛相關 像是車門以及燈光等等的設定 另外它這邊也有這台車配備 就是DriveWise的主彎配備的相關設定 我們等一下做動態再來做操作介紹 它的儀表的設計也是屬於傳統的指針式 左邊轉速、右邊時速 再來看到方向盤 左邊後面也有一排的按鍵 包含有像是大燈的水平調整 儀表亮度調整 以及車側盲點提示的關閉鍵 以及車道偏移的作動關閉 以及循跡防滑OFF鍵 還有胎壓偵測的設定鍵 再來看到中控台上這台主機 它配備的是7吋的觸控式屏幕主機 其實它在主機兩邊的外側 還有一些實體的按鍵 我還蠻喜歡這種設計 有時候你在開車的時候 有實體按鍵的操作 我覺得是比較便利的 再進去看到它的相關功能 除了一般的音源、廣播 以及藍牙的設定之外 它也內建了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等等的功能 這台主機基本上它是屬於英文的顯示 雖然在第一個直覺上會覺得不大方便 但其實你熟悉了它的功能以後 我覺得用起來也還算OK 再往下看 今天經驗版它配的空調 是單區的恒溫空調的控制介面 下面有一些置物的空間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有AOX音源鍵、USB插孔 還有12V的電源座 置物空間可以讓你放手機 再往排檔座的周邊看 你可以看到它有倒車雷達偵測的OFF鍵 以及怠速洗貨OFF鍵 還有兩個置杯架、傳統的手煞車拉餅 中央扶手 小小的打開裡面也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我們再來看到它的後座的部分 首先坐進來它基本上也是跟前座一樣有雙色的配置 實際的空間前面我180公分的座姿 現在後座、西部還有一個拳頭的空間 頭部勉強也可以塞進一個拳頭 所以到後座空間我覺得也還算OK 再來看到它的椅子設計 我覺得它的腿部支撐性長度也都還算不錯 然後椅背的角度它是不能調整的 另外看到椅背上有三個獨立頭枕 左右都有ISOFIX 不過它中間沒有中央扶手 再來看到它後座 它也有顧到乘客要的USB插孔也有一個設計 地板也算滿平整的 我們今天試駕STONIC 1.0的經驗版 它搭載的動力是屬於1.0 渦輪增壓三缸 有缸內直噴的動力 數據上最大馬力它有120匹 最大扭力17.5公斤米 扭力其實輸出是在1500-4000轉 這種低轉速的平原式的輸出特性 變速箱配置的是7速的雙離合器自手排變速箱 整個開起來的動力 其實從我們剛剛在市區 以及在空勤的過程中 其實你感覺到它的動力其實是 滿輕快的 因為它的車重才1205公斤 雖然我們沒有原廠的0-100的加速數據 我們看了一些國外的媒體做過實測 我們今天沒有實測 大概也有10秒左右的水準 在油耗的數據上 與國內能源局的實測 平均油耗1公升可以跑17.8公里 它是屬於二級的能源效率 相較於它的入門1.4 就是四缸的自然進氣動力 它1.4其實動力會再小一點 就是100匹的最大馬力 能源效率的油耗也會再差一點 也有16點多公里的表現 它的1.4的車型配置的變速箱 它只是六速的手自排 跟今天的雙離合機自首排是不一樣的 那看以後還有沒有機會 可以施加到它1.4的入門動力 那現在我們來到了 熟悉的外雙溪這邊的山路上 所以我們剛剛講在平路上 其實它的加速 我們在的攝影小間一起 加速其實都很暢快 雖然它沒有換檔撥片 但是你透過排檔桿 往左推進入手自排模式 就是騎速滑一檔 它的儀表有顯示 我們把它推到 四檔以下的三檔 或者大腳油門 轉速其實在2500到3000左右的出力 就已經很飽滿了 它2000以下 因為它三缸的排氣量 它的渦輪的效益 還不會有太好的反應 但是在2500以上 算現在2500、4000左右 你踩下去動力三檔 其實算是滿隨纏隨到的 那說到這一顆三缸的引擎 那我們一直在觀察它的整個 從啟動的瞬間 一直到等紅綠燈的代速的震動的抑制 那我們剛剛在拍攝引擎室的時候 也特別看了一下 它其實也有做抑壓的引擎腳相關的製震 但從起步或是代速 我們拿代速熄火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震動其實 老實說還是會比傳統四缸引擎 來的明顯一些 那等紅綠燈 如果你不熄火的狀態下 不歇指的狀態下 你其實浮的方向盤 還是會微微的感受到 傳達到車內的震動 也比傳統四缸要大一點 那在像現在 它是在推到二檔 低檔推到二檔的狀態下 Kick down 那其實在上坡 你才會稍微感受到 沒有像剛剛在平路或是下坡來的 這麼快的充沛力道 當然這是三缸小車的 應該講宿命吧 我們開過蠻多像日系的Swift 也好 一般版的Swift 它的動力跟載特特性其實有點像 除非你到了山路比較陡一點的坡 才會覺得引擎出力不夠 但是一般的平路或是 下坡的山路 開起來你都會覺得 這台車的動力其實也是非常不錯的 那在底盤的配置部分 這台車它用的是前脈花層 後扭力梁式的設計 那原廠也有特別強調 Kia這幾年其實不光是 它外觀內裝的設計 朝歐化邁進 底盤調教我覺得也蠻有歐化的Style 那開起來的感覺 先講一下它原廠有特別的訴求 它有一個所謂HRS 就是一壓的回彈的自動 在懸吊的功能上 它可以過濾掉一般的行徑 這個碎震或坑洞的一些傳達到車內的震動感 我們剛剛在市區有特別感受 不論是經過像是一些減數條 或是一些薄油的補過的路面 你會感覺到這個傳達到車內的震動感 其實還是有 並不是說完全的舒適化 就讓你覺得如理平底 我覺得並沒有到這樣的效果 而是說它傳達到車內的碎震 它會幫你過濾掉主要的碎震 只讓你感受到微幅的路面的震動 那再來像比較高速的彎道中 中高速的彎中 你稍微測試一下 猛打一下方向板 你會感覺到其實它的避震器的支撐 防止測寢的效果其實也還不錯 就是它講的這套HRS的系統 幫得滿大的忙 那再來就是這台車給我很好的印象 就是它的底盤的調性 剛性 其實KIA每一台車都強調 所謂用了很大比例 超過51%的 AHSS先進的高剛性的鋼材結構 搭配像是原廠也有說用了更大比例的 像是在板件的黏著的膠盒上 甚至也在一些重點的部位做了熱衝壓的板材 這樣的功法來確實的鞏固 提升車身的剛性結構 所以這台STONIC開起來 我覺得真的底盤剛性很好 而且像我們剛剛講到 它即使經過一些坑洞 像現在其實有一些碎震傳達到車內 但是它傳到車內的路面震動感 不是那種剛性不良的 會讓你覺得有點討人厭繁雜的那種碎震 而是很紮實的從路面傳達到車內 還是保有一定的舒適的感受 不會讓你感覺到不舒服 我覺得這是這台小車 還滿英語為傲的底盤調教功力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 它有很好的車身剛性的先天體質之外 它也配備了6顆的SRX輔助氣囊 這台車也算是KIA在台灣 第一台全車系標配 他們家ADAS系統叫做DRIVEWISE的主彎 智能駕駛輔助配備 它其實跟這件私駕的KONA一樣 除了我們大家熟悉的ACC的自動更新功能 它沒有因為它也是用傳統的手煞車設計 跟KONA一樣我們之前私駕就有聊過 除了ACC之外 其他像是FCA FCW 就是我們講的都會的主動預警的煞車防護警示 以及實際的煞停針對車輛及行人 它都有作動的功能 再來像是LKA LDW 就是車道偏移的警示以及輔助 我們剛剛在路上也有做過體驗 它其實在一定的速度達到以後 它的這個儀表內的這個標示顯示 會呈現綠色狀態 那這時候如果你稍微試著放手一下 讓它稍微偏移車道的話 它壓到的時候它就會有BB 圖示也會做閃爍的警示 然後它還是會做修回到這個車線內的修正動作 但是它並沒有車道維持中央的功能 那另外像是市區很好用的 車側盲點啦 或是車道變換 LCA 車道變換的警示 它也都會做提示 那倒車時候 它也有像是RCT A後方車流警示 以及我們外觀有看到它後保感 有四眼式的雷達偵測 然後它的螢幕也有倒車顯移 包含輔助線等等的功能 我覺得開這台小車 蠻適合一些新手或是社會新鮮人 或是你的開車技術沒有這麼有把握的 我覺得都很適合 因為它給你很完善的安全防護 那除了我們剛剛介紹的底盤 以及相關的主案配備之外 STONIC它也有像是車輛的動態管理系統 其實它就是針對像我們這些傳統的 像是車身動態穩定 循跡防滑做電腦的偵測 讓你的車身保有一個穩定的行車狀態 那它也有像是在彎道中的 主動的一些煞車輔助 就是當你在彎中如果車速過快 出現有這種轉向不足的可能性的時候 它也會透過彎內側彎外側輪的 煞車的力道的主動的調配 讓你有一個更好的行車的動態感受 其它它在直線上它也會做偵測 讓你在煞停的時候 透過抑壓的這個煞車系統 來讓你維持車身的直行的穩定度 我覺得STONIC的底盤 過關感受真的滿過癮的 開了這一台CUV 不論是在台北都會 上下班通勤 或在巷弄的穿梭 它5.2的迴轉半徑 以及它B segment的車身持滿 都很適合 偶爾如果來到山路 比較刁鑽的路況 你也會感受到 像我們剛剛講的 很歐化風格的底盤調性 還滿有樂趣的一台CUV 你會在轉向的過程中感覺到 它的方向盤的輔助力道 就給你很直覺的轉向感 扎實的底盤 雖然輪胎還是會叫 但是轉向是很俐落的 你會越開越喜歡這台小車 每次試玩韓系車款 其實感受都是滿類似 就是滿感動的 他們的進步真的很明顯 以今天試駕的STONIC 以1.0經驗版來說 我覺得它的外觀滿帥氣 很潮 內裝也滿到位 尤其是主安配備 再來動力的表現 以及超過 就像我剛剛試駕聊的 會是一台讓人越開越喜歡的CUV 如果跟它的雙升車KONA來比的話 當然KONA的動力又更強 因為它是1.6渦輪 170多匹 但我覺得KONA的強 放在CUV上 覺得有點是被CUV耽誤的鋼炮 開起來太熱血 而今天STONIC的前驅版設定 我覺得開起來真的就滿剛好的 滿有樂趣 再來看它的售價 84萬9 嚴格來說跟同級車比 我覺得也不算貴 但是我忽然想到 如果你是斤斤計較 或是預算有限的話 它的1.4的經典款 它的售價69萬9 如果搭配舊換新這樣的策略 只要64萬9的話 而且它的安全是不打折的 還是給你全套的DriveWise主彎 以及6氣囊 是不是其實也還蠻不錯的一個選擇呢 好 我們今天試駕就到此結束囉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我們的車水馬路網頻道 訂閱人數即將突破6萬人囉 就差你一個 趕快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拜拜 出品 出品 這是 開啟小鈴鐺